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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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是怎么成功打败当年的例行赛王者 那这例行赛胜率超过八成 前两轮秋风扫落叶 八连胜来到东冠地板 由小皇帝所领军的克里夫然骑士队呢 答案就是防守 魔术的后卫 与侧翼球员 在外围都具有一定等级的防守能力 面线还有魔术的作证 用夸张的灵活性来镇守最后一道防线 在那个时代 外围得分并非主流 外加整体的得分效率不高 魔术只要有办法连续手下几波进攻 就能逼对方打比分相近的落魄战 并且从中获得胜利的契机 他们就是靠着防守来死缠烂打 在季后赛 每一轮虽然都打得惊险 但却都顺利过关 踏上总冠军赛的地板 而面对紫金大军的三角战术 魔术有备而来 看看这球 Kobe一直在打三角战术的暗号 就知道指挥队友执行三角战术 球一过半场后 胡人马上做了漂亮的三角战位 但魔术也以相当漂亮的防守战位回应 切掉了胡人的传球路线 Disher切入后 也落入了陷阱并无法找到空档 失败的三角进攻 只能让Kobe来拆炸弹 再来胡人又是漂亮的三角战术起手势 先注意无球端的三角形 魔术相当精准地做了换防 没有让胡人在这边成功制造混乱 而在持球端这边 Gasso一个掩护走位后 漂亮的把中锋换掉 且站到得力位置 但是要轻松拿下 担下两分的机会 等魔术早就做好了准备 把球线断掉 这球也几乎是想用一样的方式拿分 这是三角战术很常出现的攻击模式 但魔术把赛前功课做好 把这种机会球通通都毁掉 任何想要藉由三角战术创造的后门机会 统统都被魔术给挡掉 再看看这个相当漂亮的三角战术走位 Holden漂亮的上中 合并打受精准的下滑 但魔术仍是把传球路线看穿 魔术轻松把球线给截断 Stan Van Gundy所带来的防守大军 针对胡人的三角战术研究的相当透彻 预判了大部分的球线 也嫌少让对方在第一位有轻松拿下分数的可能 让胡人在总冠军赛的第一战 前20分钟内都是陷入苦战的 是说你是不是还不太清楚三角战术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专属于Kobe与Jordan的经典战术 甚至是现今勇士的进攻模板 小弟有做了三部影片来分享 欢迎点击右上角的连结 来认识一下这个战术的设定与运作 当你了解完三角战术的运作之后 就会知道Kobe与Jordan 为何会有那么多类似的对位攻击 因为三角战术 就是设计来让这两个单打怪物 有低位、错位、攻击的机会 发挥他们的单打功力 但并不是创造出完全的空档 这跟现在流行的主流战术并不相同 这次的总冠军赛场上 Kobe利用三角战术 在低位有了大量可以单打后卫的机会 Kobe虽然能借由金正的脚步辛苦换取分数 但其实Stanford刚底也是有对而来 魔兽无时无刻都在等待补防的机会 这球借由一连串复杂的战术走位 Kobe又要到了低位单打的机会 但魔兽早已准备好盖锅 这球真的是一个相当接近的play 而魔术除了用魔兽做补防外 也用了其他外围的干扰 用任何方式就是要把Kobe给挡下来 无所不用其极的限制Kobe在低位的得分效率 让他无法用他熟悉的方式在低位拿下分数 更无法让他有机会轮转球 组织整个球队找到其他的进攻机会 魔术这样的防守策略 逼迫Kobe硬打 面对三人的包夹能硬次要出手 就算偶尔进了一两球 也是Stanford刚底可以接受的 可当Kobe硬打后 其他队友的破坏力就下降了 没有球的轮转与流动 两只高塔只剩减子弹的功能 这一系列的防守就是魔术带给狐人的限制 成功限制了他们的三角进攻 与Kobe的低位攻击 让狐人陷入了苦战 在第二节开局4分钟 持续落后中 但在中场时 狐人是带着10分领先进入下半场的 第二节的后7分钟 狐人与Kobe做出了什么调整呢? 答案就是挡拆攻击与攻击魔兽 在第二节第一个暂停结束后 Kobe不再执着于低位的进攻 狐人也不执着于三角战术的复杂跑位 把球丢给来到高位的Kobe 持球而执行Pick and Roll 让球队攻击能力最强 阅读防守能力最强的球员 简单化球队整体的进攻 他平凡点名与Howard对位的球员来打挡拆 那时候的中锋很少会直接出击 面对沉退的中锋 二话不说底拔中距离 稳定的基本功展现 轻松把球弄进篮框 这球也是一样的挡拆启动 这次多运了几球等白能下滑 平凡Howard还是不要手上来 再次以中距离终结 Kobe把自己的基本功磨得发亮 或许中距离是这个世代 最没有效率的攻击武器 但仍是篮球普遍的基本功 仍是逆风球的重要武器 这球改跟Gasso配合 但一样是要点名后面的Howard 一个回旧掩护 外在Gasso巧妙的改变掩护角度 Kobe再一次摆脱第一线 面对离不开禁区的Howard 再一次中距离终结对手 Kobe稳定且纯熟的中距离基本功 让无法离开游七区的中锋 受到极大的考验 上半场的最后一个play 胡仁打了一个超高位的挡拆 看看波兰大锤勾塔的站位 这个play如果是放在现金 不管是Luca还是Curry等射手 都是直接拔三分 但在过去中锋这样远离蓝矿的距离 已经足够Kobe加速切入到蓝矿下面拿下两分 成功在上半场把分数拉开到十分差 那下半场呢? 在开局三角战术打不顺后 再次简单的挡拆攻击 用球队最强攻击手的基本功 点名Howard用超高出锁点的中距离 拿下分数 再次挡拆的点名战术 点错人马上叫Oden让开 就是要点名Howard 而这Howard有比较上来一点 但Kobe用了类似Snake的招式 往旁边绕拉开空间 再次清出中距离的机会 还顺便买到了一个犯规 这种中距离的基本功 在过去的赛场上真的是相当重要 但放到现代篮球就不重要了吗? 看看路卡过于追求三分空档 而放掉简单两分球 让达拉斯上赛季的开季 真的是打得相当不好 中场访问时就有问到Kobe 为何投了那么多中距离 Kobe的回答很简单 这是他们给我的 他们要成退 他们给了我机会 我很开心地接受他 唯有掌握所有的空档 并有足够的把握性 才能吸引防守 破解对方的防守策略 在Kobe的中距离持续拿分的情况下 让魔术不再只能成退 防守不能被动 Gasso的一个短挡拆 靠着Kobe的吸引力与分球 得到了拔球线中距离的出手机会 又是与Gasso的挡拆攻击 点名Howard出来 这次Howard被吸引的更往上靠了一点 Gasso精准的下滑 轻松拿下两分 而且你有发现这时的Turku站在哪里吗? 然后的进攻选择与东距离把握度 同时创造出了两个进攻机会 这一次的挡拆 魔术使用了Ice的防守观念 Howard也往上逼迫不给中距离 Turku则是内缩保护禁区 避免Gasso的下滑 而Kobe又易地阅读防守能力 轻松地找到对边的空档 三分空档到手 这球一样是挡拆后阅读对方的防守 发现Turku选择留在球边 避免被Gasso拖车攻击篮框 Kobe立刻把球送给洛边 利用局部3打2的优势 找到了3分的空档 很多人看了Kobe的highlight 与生涯的命中率数据后 就断言他是一个靠大量出手次数 刷分的无脑自干攻击手 但请看看这球 他是怎么用他的大脑去打挡拆的 这次挡拆 魔术的防守做得很漂亮 并没有中距离或分球的机会 但他没有硬上 而只持续运球寻找机会 再次点名Gasso上来打第二次挡拆 吸引Howard后分球 让Gasso与Oden成功打出漂亮的highlow 当然不可否认的 挡拆后的分球与空挡的出现 都有受惠于三角战术的概念在里面 但Kobe放弃第一位攻击 正确的选择在高位打挡拆启动 让他在第三节独拿了16分 隐先魔术高达20分 在那个时代 这样的分叉早已决定了胜负 Kobe的基本功与中距离 还有阅读防守的能力 配合Gasso扎实且聪明的掩护 外加稳定的得分把握度 是虎人三角战术更加多元与成功的原因 2009年被认定为决定整个系列赛走向的关键第二战 也是靠他们两的关键挡拆攻击 在延长赛中惊险获胜 保护重要的主场优势 摊开Kobe 的生涯数据 命中率确实普通甚至偏低 比赛画面上也有不少出手选择不佳的问题 还有某些期间是认为队友不够认真练球 宁愿把出手机会留给自己也不分球 但扣除上列争议性的出手选择 更多的高难度出手是三角战术给他的任务 三角战术需要他在侧翼或低位对位下持球去攻击篮框 用他的单打能力去撕裂防线创造机会 同时身为球队最强终结者的他 当三角战术卡弹球队陷入逆风时 他必须跳出来承担得分的责任 不管进攻时间剩多少 不管队友的球员是谁 是不是对方的大锁 他都必须去扛起球队逆风下的攻击手角色 这样硬打的命中率确实不好看 也让队友只能看戏 但这就是Kobe用他的方式在拯救球队 不管外界怎么说 他就是会在球队战术跑不出来 战局胶着 球队陷入逆风状态的时候 却扛起这样的责任 但如果你有细细品味比赛的细节与内容 就会发现撇除掉这些少数硬打的情境 Kobe其实是一个相当会阅读防守的 严急撤意持球手 可以用苦练的基本功来攻击篮框 也可以用大脑来梳理球队的整个进攻 让球队打出漂亮的团体战术 轻松拿下分数 所以Kobe在数据上与荣耀的累积 绝对不会是历史前五 但回到那个世代 摊开比赛画面 他就是那个世代的巨星 撇除掉高难度的出手攻击 他的智慧与基本功 才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 那影片看到这边 Kobe在你心中的地位 与球技到底是处于什么水平呢?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您的想法 那也就顺便来跟大家聊聊 为何台湾直燃 现在的羊将满天飞 有疯狂三分射手 飞人 巨人 坦克 火锅店长等怪物 但却是连续两年 有身体素质普通的Mike Singletary 拿下Final MVP呢? 欢迎大家思考 并留言跟我分享哦 那今天影片就要对面告一个段落 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